存档稍微麻烦一点点 怎么麻烦呢 就是说 因为你必须要怎么样 刚刚不是从外面搬进来 那现在你存好档就要把它搬出去 不过这的话 就会存不起来 那怎么存 首先的话 你把它储存一下 这边有个save 储存 你可以把它存在桌面上面 比如说这边按立存新档 然后把它存在 这地方桌面 可以桌面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存 因为本来我们是开21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名称 改10109 今天是 14 14 然后加个底线好了 我习惯这样 然后24就是我们改过 它本来是24的一个范例档 我把它改一下 那放在桌面上 OK 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请各位 务必先把这个 有两个叉叉 对不对 请里面 关里面的好了 因为等一下如果你还在 继续在用 AutoCAD的话 关外面整个关掉 关里面这个 因为如果你没有关的话 到时候 档案没办法 搬到外面去 因为这个档案被使用 没有办法复制 所以先把它关闭起来 关闭之后的话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有我们要的档案 如果你要把它 存档 特别注意 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有随身点一也看不到 因为这个环境是在那个我们的虚拟的环境 那怎么样 搬出去 这边就把它 把LT加Enter LT加Enter 那再把这个上面移一下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拖拉到桌面上 放开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在你桌面上 就会看到有一个 档案 这个档案 不过 DWG档 可是现在怎么样 它没有办法 打开 不过你就把这个档案存起来就好 请你把它怎么样 如果你有随身碟应该可以传送到 或者你把它复制 再复制到你的随身碟里面去 就完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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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档的动作 最好是每一次 做完就要这样做 不然的话你下一次来的话 你的东西就会不见了 OK 好那以后的话反正每一次 就把它存档 那我习惯是前面加上一个 今天日期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今天 都有一个 日期 然后 OK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 怎么在利用那个 3D的功能 画出一些 长出来的东西 刚刚还是 在2D的 上面做一些动作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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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